打開瓶蓋倒出一點點液體 往冰箱表面擦一擦 竟然擦出一個黑手掌 而這個東西同樣還可以用在馬桶跟其他地方 驚人的畫面不是使用專業居家清潔劑 而是另一樣生活法寶漱口水 只要你用不完放到過期 或是口味不喜歡不想用 都可以拿來廢物利用 讓居家達人陳映如教你 漱口水隱藏的實用小妙招 第一個啊 因為電話表面的汙垢其實都不是嚴重的汙垢 所以用漱口水其實就擦得掉 那第二個電話的話筒有時候會比較會有那種 飛沫的味道或細菌 所以漱口水其實可以達到一個抗菌的功效 那同時可以去除異味 我們平常使用完馬桶可以拿漱口水當作是一個簡單的清潔跟殺菌劑 然後因為馬桶的坐墊是會接觸到皮膚的 所以用漱口水其實相對也是比較安全 因為它其實是可以放到嘴巴裡的東西 比一般市售清潔劑來的相對的比較沒有疑慮 那用法很簡單 今天大家可以把它放在噴瓶 使用會比較方便 那噴一點點在我們的馬桶蓋上 然後就可以整個稍微擦拭過 那內部其實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本口腔的清潔跟殺菌是一樣 然後所以能夠放在口腔 所以用在牙刷也是OK的 我們也可以利用漱口水來清潔我們的牙刷 因為牙刷有時候使用久又放在浴室 比較陰暗的地方 怕細菌容易滋生 那漱口水可以拿來做口腔清潔 所以一樣的 就是牙刷也可以利用它做到一個除臭 跟一個殺菌的功效 那方法很簡單就是 我們在杯子裡面放一些漱口水 再把牙刷泡到裡面 把它蓋到就好 那這樣靜置個大約10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也可以用漱口水來擦拭我們的垃圾桶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把表面的髒污都去除 那同時也可以達到我們剛才說的 可以除臭還有抗菌的一個功效 然後 就可以把這個整個弄濕啊 然後就擺在它下面 因為它可以 有香味然後就可以除臭 然後可以抗菌這樣 上述四種漱口水隱藏妙招你學會了嗎 如果漱口水還有酒精成分消毒的功能更好 下次漱口水用不玩記得別倒掉 拿來居家清潔味道好聞又方便